現今台灣教育最欠缺的 政大外教師畢業 從小在國外長大的劉卓宇 因緣機會去下跟美國太空總署NASA合作 創辦了太空學校 啟發孩子的好奇心 勇敢追夢 化身太空人 接受任務模擬操練 嘗試太空漫步 自製火箭 跟歷史流民的太空人面對面 台灣的學生前進美國 進入位在美國休斯頓的太空總署NASA 置身探索宇宙的真實場景 學生口中的校長劉卓宇 是太空學校的創辦人 因為長居休斯頓在因緣機會下 跟NASA合作 提供美中日台學生 清零NASA的難得體驗 我在找那種什麼東西 可以讓年輕人 真的覺得是熱血沸騰的東西 覺得NASA好多元素 是那麼激勵人心 NASA裡面的這些目標 常常是我們人類在地球上 沒有辦法想到的 那當他們達成的時候 就說目標並不遠 劉卓宇小學在法國英國就讀 被視為天才兒童 但國中回到台灣 第一張英文考卷 卻只考了四十九分 將求標準答案 以應付考試為目的的 台灣教育制度 欠缺創意跟想像力 所以他希望透過體制外的教育 來補足 還暑假兩個星期的太空營隊 學員們曾經在控制室親眼目睹 好奇號降落火星 感受相當震撼 哇 五億多公里的地方 飛了八個半月 到了那個地方 那他降落那一叉 學生就覺得說 我知道為什麼要學數學了 學數學是為了去火星 或是一個巨大的目標 不是為了媽媽 或是為了聯考 那我想這是教育 要給學生的一件事情 要點燃他心中的一把火 四年前參加太空學校的同學說 到現在他還覺得受用無窮 我變得敢做 然後也敢夢 James校長的 Have a giant goal and believe in it 我覺得這句話讓我 就是印象很深 遇到錯誤的時候 會一直提醒自己 然後可以繼續往前 從小就嚮往成為太空人的研究生說 去一趟NASA 讓他覺得 林夢想不再遙不可及 大部分以前是我媽先贊助 我就有先跟我媽預計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很想當太空人 只是從小生活長大的經驗 就是這不可能拿幹嘛的 在還沒去NASA之前是夢超遠的 但去NASA感覺就是 就是amazing 就是真的像電影場景 然後所以就讓我更加確信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 昂貴的太空體驗 並非人人負擔得起 太空學校不定時 也會跟國內的學校合作 和NASA科學家進行遠距教學 希望能夠點燃更多孩子心中的火 鼓勵孩子勇於追夢 認真矚夢 記得陳淑均 陳丁峰台北報導 嘘 ając athan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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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